当地时间8月18号 美国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乌克兰应该集中精力展开反攻 而不是在俄罗斯后方进行零星打击 并认为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地区的袭击毫无意义 今日俄罗斯指出 自上个月以来 乌克兰使用水面无人体 无人机和远程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仅在上周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挫败了一起 导弹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企图 并击落了20架飞往克里米亚半岛内陆 未止迷目标的无人机 据报道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告诉CAN 基辅方面这种深度打击战略 让克里米亚大桥的企图 但并没有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 并补充指出 对每个人来说 专注于反攻可能会更好 今年6月初 乌克兰对克罗斯发起了反攻 目的是向南推进 穿过渣布罗热地区 到达位于亚索海附近的梅利托布尔市 这将分裂格罗斯的前线切断格罗斯大陆 通往克里米亚地区的陆路通道 然而根据格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数据 到目前为止 这场行动已经耗费了基辅方面 超过4.3万名士兵 合近5000件重型装备 据最近的媒体报道 乌克兰军队在一些地区 甚至未能突破格罗斯多层防御网舵的第一线 导致西方官员私下认定 这次反攻已经失败 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米亚公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在反攻努力陷入停滞之际 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 是绝望之举 目的是转移人们对其军事失败的关注 而据CAN报道 美国官员们也有类似的看法 乌加大楼的一名消息人士告诉CAN 事实上 这场反攻不会一直持续到秋天 第一名军方官员则说 我对我们能否在圣诞节前 抵达亚素海不太乐观 当地时间8月17号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 普利策强得主西摩赫什 在媒体平台发布最新爆料 各时表示 由美国情报官员向其透露 美国中央情报局 已经警告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乌克兰对俄反攻不会成功 尽管这些报道 给乌克兰描绘出了一幅严峻的画面 但基辅官员坚称 他们将实现自己的目标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里巴本周表示 他不在乎需要多长时间实现反攻目标 而在莫斯科 俄罗斯总统普京 则把乌克兰的反攻形容为自杀 并指责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 他们推动了基辅方面 把俄乌冲突持续打到 只剩最后一个乌克兰人